主子 这是刚才孟大人写的 有人要猜你 勾急跳墙 都查到了些什么 南怀又从怀里掏出几张纸 这孟庆怀也犯了许多官员都爱犯的错误 收受贿赂 官商勾结 养了一院子的女人 你看看这些 值多少银子 跳跳竹杠 最近银子花得有点多 犯了好几场喜事 是 不能指出不见 他还说了些别的吗 孟大人说要给姑爷送女人 我不要什么女人 我只有你一个就够了 南怀还把孟庆怀说的话复述了一遍 气得楼一直骂娘 气什么 一会儿都要些银子不就好了 对 一会儿狠狠地敲他一笔 姑爷 知府孟大人求见 孟大人 你怎么来了 世子 本官听闻世子在此听戏 所以来拜托一下 你的耳朵够长的呀 我在这听个戏你都能听闻 本官有事与世子相商 还请世子行个方便 世子到了江城 可习惯 当然有事还是直说 不用拐弯末奖 莽夫就是莽夫 一点迂回都不懂 犹如斯文 世子来到了江城 本官应该尽地主之意 请世子和世子妃好好品尝一下江城的特色 可惜世子一直比较忙